大家好,我是局长,人称广西谢霆锋 又到了机友看鬼片的时间 今天我要跟娇爷挑战好友请求 娇爷放片 娇爷放片 这个女主是个校园教计划 中度网瘾少女 在脸书上面红的不行 想都不想就通过各种人 在互联网这个同学还是比较活跃的 一般在我们国内一般这么活跃 你知道会怎么样吗 就被电信诈骗 因为你资料太多了 这天学校来了一个新同学 我们就叫他玻璃心 玻璃心一遇花花故终生 看到焦记花那么丰飞 就特别想跟焦记花做个朋友 于是就向他发了好友请求 花花看了一下玻璃心的空间 还好我有准备 喜欢第五波顿哦 也是个影迷嘛 就接受了玻璃心的好友请求 玻璃心也是不客气啊 打折水滚上 第二天就跟花花面积了 在之后玻璃心还真把自己当正宫了 每天嘘寒问暖不断 这么一搞真有点把焦记花给搞烦了 这天是焦记花的生日 他不想请玻璃心但是又不忍心拒绝人家 所以只能随便编了一个理由说 派对我不搞了 你与其欺骗一个玻璃心不如直接拒绝他 是不是啊 是的 一把人玩得不亦乐乎 危险的伏笔就此埋下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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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人家肯定不高兴了 过来自问花花为什么要欺骗自己 球千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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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吐找何丁那个啊 噗噗噗那个啊 当完焦记花就删了玻璃心 你敢拉黑潮球千尺啊 好啦没有朋友啦 只有去死才能抚平我的悲伤 他要变他要变他要变 屌女我就说 花花发现了之前明明删掉了玻璃心的好友 现在又冒出来了 还不能再注销掉这个账号了 鬼就是要看着焦气花不断的掉粉 失去朋友 这个是花花闺蜜月瓣姐的男友 叫月瓣哥 月瓣哥本来在刷着朋友圈 突然就被玻璃心加了好友 只要是他的朋友就全部都 月瓣哥煮 看着月瓣哥死在面前的月瓣姐被吓坏了 医院这个床还没睡暖 月瓣姐又被玻璃心加了个好友 这样看一下刘姨妈了 哈哈哈 月瓣姐 竹 焦气花的另外一个闺蜜合租解放了 决定搬离宿舍自己出去住 你以为你搬走了人家就找不到你了 人家是鬼好吗 参加生日会的朋友们一个个都挂掉了 这天晚上焦气花做了个噩梦 小蜜蜂嗡嗡嗡嗡 飞到花里飞到洞 小蜜蜂嗡嗡嗡 哈哈哈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所以焦气花就火同男友 还有谨慎的好友贝泰哥 一起追查这个玻璃心的来历 试图破解这个诅咒 拔毛屁 拔毛屁是什么 这是什么鬼兵啊 那我这条腿还不能让他看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呦 他们查到玻璃心原来是个实体活胎 当年他妈妈被烧死 自己却孤孤单单的活了下来 从小一直被人欺负 头发被拔光就这么来的 你们看 这两个青兽 不会吧 然后人家就学习了黑镜魔法 从此人生逆袭了 所以 只要找到他司法的那面镜子 然后砸碎 这个黑魔法的诅咒 就可以解除了 于是他们上路去破魔法 可就在这个时候 对友之一的备胎有了恶心 曾经为妹子两肋插刀 如今为了求活命 竟然要插妹子两刀 哦哦哦哦 杀了这个女的就没事 他就觉得杀了这个女的 他自己就没事 哇这男人是怂到不行啊 幸亏男友及时出现挡了一刀 但备胎剑好不收 他还想要double kill 结果被玻璃心召唤的蜜蜂AOE反杀 哇 感情这里是个养蜂基地啊 这个时候身边的小伙伴都死绝了 焦计划终于接过了玻璃心的火炬传递 变成了新一代的球牵尺 OK 片子看完了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片子就前期设定的还不错 然后中间的这个氛围炫也可以 就是最后面结尾没有封住 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值得一看的片子吧 还是可以吓到你们的 好了 我们就总结一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以后还是要多善用好友分组的功能 懂吗 要不然你一些不该说的话 不想发的图片 随便给众人看到了 那你就还野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局长 一个被称为人类定精华男人 我是焦爷 一个局长的男人 那我们下期就再见了 诶 空虫 你是来实习的吗 可以加个微信吗 微博观众 局长带你见市面 微信搜索 橘焦男孩 看完点赞 体重减半 yeah baby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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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